我们 诚哥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欢迎各位平安京大大 这里是OPL全国联赛 ZGDX三战红剑的第二局比赛 现在场上比分1比0 诺哥 今天ZGDX换上新中单陆岳 指挥也换成了老K来带领节奏 我怎么刺热 而Trissman今天打法凶残 好 现在下路战况激烈 就是在干坑人的路上 那阿瑞向后撤 Trissman没有给他机会直接带走 漂亮 陆岳 早用二技能倾线 耗血太多对面打野一来你就废了 什么鬼 刚开场就压制我打 兵线都不让我吃一口 对面打野不见了 陆岳 小心 一个白通辞已经让我压力很大了 你们突然快点过来拽一拨 吓我一下对面 队长大大在推线 我们根本拨不去啊 好 回家打野 猫猫来 登某中路 登中路 陆岳 你去迈一下 别再生了 好 怎么今天中路一换人 对面打野已经蠢蠢欲动了呀 老猫 你什么意思啊 哇 下路这边圈子们直接拿下双刹 今天的下路真的是精彩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三十分钟 DGDX越战运游 就看这部团了 对面上台和射手要去中路支援 你们操好 我从野区过来 怎么陆岳去守个中路 全员都要支援他去打团啊 我是核心 你们要保护我 小邦 你先上 好的 开团 上 我上了 队长大人 你别往前 射手 前方操作 一方守神 国射手 开团了 瞬间弹度一个 封印 双手之力 封印 双手之力 封印 五百神器 还有吗 还有吗 封印 四十三 能不能 封印 五行之阵 五星之战 五杀 五杀 五星之战 完成封印 骑士曼太厉害了 骑士曼 骑士曼 成哥太溜了 终于退到地了 ZGDX在今后退打了 骑士曼真比较靠前 让我们恭喜骑士曼 恭喜ZGDX 刚刚比赛成哥打得太凶了 是打得太暴躁了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今天成哥好像要吃人一样 我觉得他是带着情绪打的 看他好几波不应该上他也上了 太冲动了 好像在生气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今天中单首发也换人了 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啊 有可能 你说一会儿成哥 会不会对我来说 都爆料什么的 他不会直接怼主持人的那些傻瓜问题吧 不能吧 他们来了 非常不好意思地通知大家 今天没有MVP的专访了 ZGDX队长Cheseman 拒绝了我们的邀请 谢谢大家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 解释一下呀 就这样的 怎么回事啊 车来了 来 来 不好意思 让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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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斯曼 拆访一下 拆斯曼 拆访一下 今天现场 拆斯曼你打比赛的时候 带严重个人情绪 赛后还拒绝出席MVP采访 请拆斯曼出面解释一下 诚哥 听说你今天比赛联达200MVP 赛后却拒绝了采访 这种事在职业联赛前所未有 有人说你今天比赛也很情绪化 是真的吗 这种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大家都知道 今天拆斯曼没有参加比赛 对于这件事 官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这又是为什么呢 你见过哪个队辩证换人的时候 还是先发一条微博的 请问俱乐部离时辩证 是因为对上周出言不逊的拆斯曼 进行了赛后惩罚吗 不是 今天的比赛换录业上来 纯属是为了世界赛二做准备的 而拆斯曼选手 以职业身份做的每一件事情 至今未知 除了打架都那一次 都做得很好 无论是我还是俱乐部 都没有理由惩罚他 是 解释一下吧 是 你们问够了吗 哪有人跑到别人俱乐部门口 问这些的 让一下 各位 你们要写报道我没意见 但是取什么样的标题 写什么样的内容 你们自己注意一点 特别是有几家电竞媒体 什么竞圈养殖场的 如果让我看到 你们为了博眼球 生鞭乱造哪怕一个标点符号 试试看我们 会不会把你们告到倾家荡陈 怎么这样说 不是 他们平时不这样啊 怎么办 怎么回事啊 诚哥 你回来了 诚 诚哥 我看比赛了 你怎么打得那么凶 教皇上身吗 你哪儿不舒服 头疼 肚子疼 还是感冒了 没有 那你怎么不接受 赛号MEP采访 还是你看了网上那些言论了 网上说的什么 说 你不满俱乐部对我竞赛的处罚 所以带情绪比赛 还不接受赛号MEP采访 以表抗议 当然 我知道不是这样子的 你怎么看 但是不是对俱乐部 麻烦你们吃吧 不用等我了 好 对不起啊 堵车了 给你带的东西 怎么了 不开心啊 说吧 诚哥最近很奇怪 你作为他女朋友 你这个观察力真是更敏锐啊 快免阿玛阿狗的记者 都已经这么说了 少女 自从他上次摔门出去 一直到今天 话少 阴沉 跟他说什么 他还是一副没有兴趣 不关心的样子 对我 更是话少 就算是搂着我的时候 也跟丢了魂似的 我问他吧 他什么都不说 就疯狂地打游戏 这几天 我没事这三个字 说得都快把嘴皮子摸破了 但是对他 一点用都没有 我都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对我不满 沉默 暴躁 拒捕合作 是陆思诚啊 我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他今天早上还说 他确实有不满 但不是对俱乐部 难道是对我 诚哥是比较难猜 以前从来没有这些事 就是专心在打比赛而已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啊 好像你来了之后 确实都不一样 你也觉得是因为我 瞎猜什么呢 老忙兵又犯了是不是 当时你看到简阳 在KTV玩不理你 自己心态爆炸提的分手 现在又来啊 我都不说你当时玩玩 到底有多好笑 那简阳起码是 八字有了第一个末点吧 诚哥这是什么呀 笔都没沾末 你就给人家定罪了 我就是随便说说 诚哥原本一个 好好打比赛的老男人 像是被我强行拉下了神坛 沾上了无七八糟的烟火器 至少这一点 那些脑残粉说的是没错的 还烟火器我去 我真是羡慕这些新婚小夫妇 还有互相吹捧 互相把对方当盘菜的心灵 我觉得诚哥不满 应该只是在不满他自己吧 这才烦着又躲着你了 男人呢 有时候比我们小仙专要坚强多了 但是啊 他们的神秘的自尊心啊 又脆弱多了 说不定 他现在正躲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用头雷墙呢 就为了你那点小小的伤口 自责不已呢 什么小小的伤口 明明很大好不好 我还为了这个去打了破伤风 做了一晚上噩梦 有没有点爱心啊 分手是不可能分手的 打又打不过 只能自己一个人胡思乱想了 我太难了 觉悟还挺高的嘛 那谁让他不理我 我本来就手疼 还不过来关心一下 不知道我疼 对了 还有就是啊 他失踪了一整天 发微信也不回 结果第二天早上 又悄悄摸摸爬上我的床 又抱着我睡 刚刚还在吐槽 现在又突然秀起来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秀起来了 想消失就消失 想出现就出现 这种行为 就是我王八蛋 《祝费》 要把盖挠开 《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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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应该怎么回事啊 LEG当中 devoted 她们换成账了 一定是我在直播间夺嘴 说过我怕账了 我怎么不说我有钻石黄金恐惧症 眼泪都流出来了 还说那么多 那是疼的 你都快把整瓶酒精撒在我手上了 你知道我多疼吗 那我心疼 诚哥 你到底喜欢童瑶什么 说实话 童瑶呢 长得也就一般 跟你那些能拉出去自称一个连的 美女小姐姐粉丝们来说 因为她很强 哭起来也很可爱 变态 还有吗 有 什么 情不知缩起 一往二深 一往二深 我们都不擅长 没人欲言又却 用心事学人 难道还要我回力映尘 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俩在 童瑶 你同意了 我觉得没问题 我是补了 但是不是对决了我 用潮想盘问 总要有人来距离离阵 只剩最忍恨的爱情就错 我们 诚哥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你怎么做错了